各位鄉親 各位警察朋友 我聽到這事情 我也覺得非常痛心 其實今天天氣在這裡 沒有人願意說 在這裡的天氣 來做這種抗議 我覺得這個政府 現在越來越不一樣 以前 早期國時代 在政府中央時代 政府也要說人高興 你比較會強行 人家的土地 現在都要把你經濟 有些甚至 醫生先表收 先去表達 如果要求人家的協商 這根本就是 跟台南說好事 所以政府就一直在 人家的土地 跟人民當地管支 來處理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 我們也很感心 人民有自己 自己最先撈下來的土地 直接在追求土地的政治 因為台灣人 沒有自己的國家 所以今天自己這樣 讓這個市民政府 在這裡幫我們請 這個沒有辦法 跟美國政府在這裡 他要這樣把我們吞搭 就把我們吞搭 要把我們這樣吞搭 就要這樣吞搭 要把我們參加 這算什麼政府了 今天警察 由於警察 是在保護人民的安全 保護教育的政治 今天警察做了規法 跟他們留置 為了他們留 這跟歐洲 不一樣 這金銀是一個 只有運輸的歐洲 所以 今天在這裡 我們也要 服务台灣人民 今天 大家有這個 就是要站出來 雖然今天這麼多人 但是有一天 也會到你的土地 有一天 我們家裡 像我們那樣 不是跟我們照顧朋友而已 不是跟我們照顧朋友 不是照顧朋友 我們比較長 我們要照顧 我們要照顧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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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裡 因為一個台灣人 我們要好好去思考這個問題 政府 要賠百萬千多了 今天要教我們 我們照顧 所以我們要照顧 我們在當地的時候 要把政府 保護給大家 這樣好不好 好 所以今天我們來社會 我們民族都 我們一定會 真的要提高 大家現在 從A7月 大家這個信念的 文化中所 大家未來 每天 四千五百萬的 情緒 這麼多 這麼多 我們都利用這麼多 的土地 來做他們的體管制 這是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我們的事情 所以 台灣民族都 我們要進入一個專案小組 專門來處理這些事情 不然我們稍後 我們會帶一些鄉親 直接去台灣 警察叫罰罰 直接警察叫警察 看他要抓 還是要怎麼樣 我們直接來處理 所以在這裡 我們也希望 在座 全國台灣人 可以跟我們支持 我們一定 跟大家都站在座位 跟這種不高 不去的政府 跟八百八 感謝各位